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已经走到《猎王记》下十二章 差不多已经过了一半 今天我们仍然延续 从礼拜一开始的这位约阿师王的故事 我们从礼拜一开始 我们看到约阿师死里逃生 在他刚出生时 神就安排这么奇妙的方式 使他不是以被杀 然后也让大卫的后代得以延续 但是死里逃生当了王之后 却好像没有珍惜神借着耶和耶大 帮助他死里逃生的恩典 他最终还是走进偏离神败偶像的命运 所以即便他死里逃生 但是最终还是结束难逃 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约阿师的一生对你我有什么提醒 首先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柜子 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 放于坛旁 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 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 他们见柜里的银子多了 便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 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数算包起来 把所平的银子交给都工的 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 他们把银子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木匠和工人 并瓦匠匠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 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 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 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 没有用以做耶和华殿里的银杯 纳简碗号和别样的金银器皿 乃将那银子交给都工的人 修理耶和华的殿 并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 转交做工的人 不与他们算账 因为他们办事成实 唯有赎千祭赎罪祭的银子 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都归祭司 那时亚兰王哈学上来攻打迦特 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犹大王约阿师将他列祖 犹大王约沙法约兰 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 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 并耶和华殿与王宫福库里 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学 哈学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 约阿师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约阿师的臣仆起来背叛 在夏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 杀他的臣仆就是士米亚的儿子 约沙甲和苏莫的儿子约萨拔 众人将他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亚马谢继续他作王 各位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仍然依序 昨天12章从9到16节这里我们看到 约阿师持续的修建圣殿 也因为之前立位支派在各地收取税金 还是捐款 那可能造成民怨或者是 整个的过程成效不张 而且立位人也不积极参与进行圣殿的修复工作 所以祭司耶和耶大建议约阿师 在圣殿做了一个收奉献的柜子 使百姓依循出埃及记的条例 能够为圣殿修建来奉献 那历代之下24章10节说 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的将银子送来 投入贵中直到捐完 所以我们看到约阿师确实 他大发热心为上帝修建圣殿 而管理奉献的祭司 他们也很忠心谨慎的看待这些奉献的金钱 那我们看到这些负责工程的都工 他们也办事诚实 注意不亏欠对神仆人的供应 那这一切修建圣殿的工程 我们看起来真的是彼此有非常合一的同心一起建造 那在十七节开始 当你读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 这里好像是一个非常不同于之前的一个分水里 十七节说 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迦特 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犹大王约阿师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法约兰 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 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 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薛 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 弟兄姐妹 我们若单从今天列王记下这里的记载 我们比较不清楚看到好像发生什么事 但是如果我们从历代至下我们一起对照 我们就能够比较明白发生什么事 我们从历代至下二十四章看到 在第二节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 约阿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还有在第十节 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 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凡击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祭司耶和耶大 他还活着的时候的约阿师 他其实是一个好王 那耶和耶大忠心的侍奉王 也确实带领伊色列百姓走在和神心意的路上 但是各位我们看到 当祭司耶和耶大死了以后呢 那这群首领就要求约阿师王允许他们拜偶像 然后王约阿师就答应也让他们拜偶像 然后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警告他们不能如此行 约阿师竟然就叫人用石头把先知打死 那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神 要兴起亚兰的军队攻打他们 约阿师之后呢 他没有办法 所以他就只好将圣殿里分别为圣的东西 拿去送给亚兰王 目的是使他们离开 最后约阿师的臣仆起来背叛他 最后也将他给杀了 弟兄姐妹 那我们从今天的QT 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属灵警告还有提醒呢 我们其实看完以后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 那就是到底约阿师身上他经历发生了什么事 导致他会如此的晚节不保呢 弟兄姐妹 约阿师何尝不像我们当中的下一代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第一代的基督徒下一代的信仰生命 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还是建立在我们父母的身上呢 我们看到从约阿师的身上 他的信仰是建立在耶和耶纳的身上 而不是建立在上帝的身上 更进一步的说 我们看到约阿师的信仰 好像一点都不主动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约阿师与上帝主动求问的记载 当他决定修缮圣殿 这其实也是在耶和耶纳的指示之下 然后试着恢复当时整个犹太人敬拜的正统和神圣 虽然这一个举动或许反映出约阿师他的敬钱 但是从后面来看 这样的敬钱更多是透过耶和耶纳的影响 而不是约阿师之间的与神有互动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约阿师的信仰 他也是心怀恶意的信仰 一方面约阿师知道上帝是真神 他也大发热心的修缮圣殿 但是很有可能他的热心是有目的的 就好像知行的耶护一样 耶护虽然消灭了巴黎崇拜 但是他并没有弃绝北国以色列 进了那种金牛赌的崇拜 他允许继续允许并且参与在金牛赌的崇拜 弟兄姐妹这就是对神的心怀恶意 那约阿师的热心很可能也跟耶护一样 这种热心可能部分是出于对于王权的渴望 而非单纯的爱上帝 那他的行动很像这种某种程度下面 好像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 也就是在热心当中掺杂着私欲 实际上是用肉体的热心在贿赂上帝 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把荣耀归给人 而不是真正出于内心 好像对上帝的敬畏以及顺从 因为我们渐渐的看到 当耶和耶大死后 犹大的首领就来朝拜约阿师 那当耶和耶大不在以后呢 这个王开始真正要掌权 所以好像要这些的首领支持 所以最好答应他们的要求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约阿师经不起考验 顺从了他们 王就听从他们拜偶像 那不但如此 当自己的救命儿人 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 来起来责备约阿师拜偶像的时候 我们看到约阿师竟然恩将仇报 不但不听从先知的劝诫 他竟然还叫人用石头把他打死 所以上帝最后兴起 亚兰王来攻打犹大 在历代之下24章24节记载 其实亚兰的军兵只来一小队而已 但是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 交在他们手里 是因犹大人离弃 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所以借亚兰人惩罚约阿师 但是当约阿师打败仗以后 他竟然将圣殿里的器皿送给亚兰王 请亚兰王离开他们 各位 这些器具是约阿师本来将他们分别为圣的 他的意思是他对神的感恩 以及对神的忠心 所以他才摆设在圣殿里的 但是你看到 他现在竟然可以把他送给这些 不认识神的亚兰人 可见这位神 在约阿师的心中已经完全没有地位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小心 若我们的信仰中 也有像约阿师这样的矛盾 那这种矛盾其实就是心怀恶意 我们在某种程度跟约阿师很像 一方面我们要上帝的祝福 一方面我们又想靠自己 随着这世上风俗的习惯还有价值观 那雅各书一章八节说 心怀恶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那今天分享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反思 到底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心怀恶意 今天我们可能很像约阿师 我们都认识上帝 我们也遵行神的话 有一些事情我们确实不会随从 世界的方式去做 但是有一些的时候 我们却会做出一些与神的话相反 跟这个世界做一样的事情 另外我们都知道应该把耶稣放在生命的首位 我们虽然知道服侍神和听众的话是好的 但这只是头脑上的知道 其实我们的心里并没有完全的认同 所以你还是没有全心将最好的摆给神 其实有没有将自己最好的摆上 我们自己最清楚 或者是当我们已经决定跟从上帝 但是我仍然倚靠自己的能力与经验 而不是相信上帝的应许 完全的倚靠祂的恩典和代理 而且常常又因着各样属世的引诱 而不马上回应上帝的旨意 甚至不愿意完全按照上帝的吩咐行事 最后弟兄姐妹 当我们心怀恶意 我们的信仰对生命的人 甚至家人就很难有影响力 因为这种心怀恶意的信仰 往往在属神与属世之间 呈现好像一种胶着的状态 因为当我所说的 跟我所做的并不一致 以至于当我的生命 无法让其他人看见上帝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没有把能力把其他人也带到上帝的面前 那今天在灵修的最后 让我们看到约瑶士走的 他的走下坡 他不是一下子就发生 各位他是一点一点的走下坡 但是扫旦这种信徒的心怀恶意 对于这种信徒心怀恶意的引诱 我要说扫旦其实很厉害 有时候当我们过分的追求舒适 追求安逸 但是在这种舒适及安逸下的信仰没有根基 当改变来到挑战来到 其实我们的信仰也马上受到挑战 最终常常失去的就是信仰 那我们做儿女做父母的 我们做儿女父母的 或者我们属灵父母的都有一种张力 各位我们期望给我们的儿女最好的 我们也想保护他们 但是当我们为儿女准备自己认为到应许之地的时候 我们很能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应许之地是否有偶像的危险 这个地方是否有属灵生命被抢夺的危险 这个地方是否有世界引诱的危险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挣扎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为我们的儿女祷告 其实让儿女经历苦难 她反而是上帝所赐属灵化妆的祝福 因为各位我的信仰不属于儿女 我们的儿女他们自己必须建立自己与上帝的关系 因为在每一件挑战的背后 其实是上帝给予我们儿女与耶稣建立更密切亲密关系的机会 在我看来 弟兄姐妹这反而是祝福 所以我们不要怕儿女遇见困难 因为只有困难 才会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身旁 阿们 所以今天借着这段经文的分享 让我们再一次借着圣灵被提醒 我们要把鸳鸯式的经历当成一种警告 我们其实很容易跟随那个看得见的人 但是跟随看不见的神却不是很容易 我们知道应该跟随神 但是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却不知不觉的在跟随人 另外也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愿意主动的跟神建立关系 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小组长 我们的辅导 甚至是我们的牧师身上 甚至我们要说 我们的信仰更不是建立在祝福身上 而是在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身上 阿们 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此非要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慧师 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主啊让我们跟约压师一样 主啊我们不要学习 主啊很像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耶和耶那的身上 主啊帮助我们的信仰生命是建立在你的身上 主啊让我们在困难当中 即便看不到前面道路的时候 我们仍然仰望仍然倚靠仍然相信 主啊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晚节不保 谢谢你 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常常倚靠他 借着灵修读经 我们时时刻刻被圣灵提醒 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神赐福的生命 感谢主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